這部MENOTA的P-TREEN 它是一個雙焦距的相機 機身是輕巧的 一隻手都開了 雙焦距其實是 這裡開機 很快就開機 開機的鏡頭也不太突出 它在30mm不太突出 我們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變成50mm 我們看到鏡頭也是漂亮的 外面沒有鏡頭蓋 因為它方便 在這裡做了一塊保護鏡 不需要有鏡頭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關機了 它就縮得很近 它專門做一個輕巧 如果有鏡頭蓋 基本上都 開機拍照 很安靜的 大家都是充電器 大家都是充電器 後面有一個日期盃 日期盃 去不到2020年 很多傻瓜機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廠方想不到一部相機 可以用二、三十年 所以它就沒有做那麼長 在裡面 我把日期遮蓋 免得沒有off 按鈕 就把一些錯誤的日期 打到照片裡 有一個不好的 錄印 菲林 剪短了 即是本身剪短了 即是本身剪短了 咳咳咳 OK 按鈕 按鈕 這個是一個frame counter 可以看到它就 去了1 現在已經可以拍照了 自動對焦 自動曝光 自動閃燈 那 只是這裏有一個focus 那方便你 可能用中間對焦 對完焦之後 按鈕 再重新構圖 因為拍照 沒有理由幫人拍照 將來都是人站中間 所以這個focus 是幫到我們手的 這個 然後可以按鈕 兩個字一起按鈕 兩個字一起按鈕 就看到了 紙示燈 等10秒 自拍 這個其實是充電的燈 除了拍攝 相機開啟了 還是充電的燈 按下Self Timer 再按下Self Timer 按下Self Timer 機身是黑色 輕巧 方便 還有兩個焦距 30mm 開始 30mm 要來拍攝風景 或者Snap Shot 拍攝街 還有一個50mm 50mm 可以把人的大頭 拿得好一點 或者說回為什麼要雙焦 因為通常如果說變焦 通常可能35mm 70mm 38mm 105mm 通常做變焦 就會多一些矯正片 相對來說 銳利度 雙焦應該會有一個優勝 另外的鏡頭 也會細枝 輕巧 我們可以繼續試拍攝相 單手操作 是沒有問題的 輕巧 即是連開機的鏡頭 都可以延伸出來 然後 MENOTA 是有些概念的 設計上 很喜歡有新的 出現 例如說 這個 開機也不推出 我們記得MENOTA在數碼年代 最初應該是有一部大約400萬像的卡片機 X-T 那一部就是以前的數碼掌機 基本上的尺寸都是同一部 這些相機差不多 X-T就直接把鏡頭做到很小 整部是一個方形的卡片機 那鏡頭還要做一個前望鏡 那為什麼要前望鏡呢? 因為如果鏡頭是在前面伸泥 那鏡頭的尺寸就會大了 而且會伸出來 那它就為了它的設計 是一個卡片 四方形的 薄的 它沒有鏡頭伸出來 就是鏡頭在機身上變焦 然後呢 再一個反射 就拿出外面的一個影像 就是所謂前望鏡 那構思是很新的 還有就是做出來呢 大家都是一個喜愛的產品 那這個呢 其實 其中呢 MENOTA有很多科技的產品出來 還有就是帶起的 Olympus也是 相反呢 有時候就是Canon 那些Coin 那些都比較 傳統 OK Phylene就完了 那它就自動回轉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Panorama 拍攝全片的 推上就是 那你拍一下吧 中間是可以改變的 還有呢 改變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窗口 拍上去的時候 它這裡也會改變 一個闊銀幕的表現 捲完了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了 嗯 輕巧 單手操作 C機 喔 CC C